跟你二姐夫寄跟你二姐的 那他能给他寄的啥呢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来打开打开 哎哎 这啥呢 想啥呢打开 我这保安 我看快递的 你当着我面儿给你打开的 你不合理 你再说了 别老瞎猜 啊 什么事 你别听他 啥瞎猜呀 我二姐夫都给赵铁丹寄东西 不行我得给我二姐打电话 别别别 别别 就你二姐的脾气来了 都不得疯啊 要是他俩出问题了 我们全家都得放起开吧 不是 你咋信了 来 二姐啊 你赶紧到物业办公室 哎他快点有急事 哎 完了 这下费了 他二姐那驴皮就上来 我跟你说 那办公室不得给我拆了我 啊 来了以后稳住他 细着聊 慢着问 啊 这个 相信我 一会就看我的指挥 我 来进行谈问 我有那么几话吗 真正的高手 在民间 除外 有个侦探 叫福尔摩斯 我 就是国内的侦探 福尔摩脸 三点 你 你啥 你干啥呀 我叫国家摩脸 什么呀 二姐你来了 我跟你说啊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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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姐 二姐没事啊 来 请坐 有几个问题 需要你配合一下 啊 请坐 说吧 说啥呀 你问呢 还没问呢 很冷静 头脑很冷静 但是我相信一会儿 二姐你一定会暴躁 问就问呗 就那儿问呗 以后回家还得带孩子去 好 我问你 饭大爷最近好吗 孩子最近好吗 晚饭吃的好吗 二姐夫怎么样 你有病吧 于小脸啊 我是要暴躁了 你让这儿还疯了 你疯了你啊 看什么 这真的告诉我 在什么间 先瞎点 什么地方 过来来来来 快点 我告诉你啊 以后咱家那个 网小切和于小脸 都多少来 就没用 于小脸你别别整 没用的了 二姐 我问你 你知道我二姐夫在哪儿吗 知道啊 你不也知道吗 不在广州的吗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哎呀 天天给我发视频聊天 而且住的地方还不错呢 就是那个广州 凤凰阁宾馆222房间 对上来 对上来 咋个大跳 咋的 那个 二姑你看看 嘿呀 这都在情理之中的事 哎呀 我当我男朋友 哦 人家想让你当他男朋友 不行 这是我小姨父 是不是 姨子你别怕没事 你聊会儿啊 怎么了小黄 两小肚动是这么回事 怎么 我没有男朋友你知道是吧 我知道啊 可是我骗我妈 我说我有 我妈今天非要让我带着男朋友 跟他一起视频聊天 我就跟我自己说 我出门碰见的第一个人 我就求他当我男朋友 哦 对呀 我不就是想跟他是个评吗 我又不是想跟他入洞房 哦 这我明白了 我跟他说去 哎呀 人家不想跟你视频 就想跟你入洞房 想都美 不是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哎呀 姨父啊 他就和和你一会儿 一会儿也不行 哎呀 大哥 就一会儿 是你别说了 就是完事了 不行不行 算了 你和和一会儿 你没事了 对 我心里会留下阴影的 大哥你知道不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这一辈子都会留下阴影的 大妹子你不了解 我媳妇嘛 每一次都要跟我视频查稿 对 她了解我媳妇 第一个媳妇厉害 我知道我知道 哥是这样的 我妈的视频马上就来 你媳妇那个跟我这个 打开时间差 时间差 打不好呢 我媳妇就打我 对 她媳妇脾气不好 怎么说都不行吗 那当然了 再问你一遍 肯定不行吗 黑黄西号 怎么可能 算了 算了 哎 你看那是什么 什么 哎 还没有 我手机呢 在我这呢 在她那的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答应我 你一辈子都跟你媳妇视频补上 流亡 哎呀 哎呀 小黄妹妹 这就不对了 哎 要不然这样 我当你男朋友呗 长得美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妈认识你 上一次你帮她提供迷你忘了 哎呀 你看我想帮忙 我还帮不上 不是 那小黄妹妹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不管 你拿人手机干什么 我不管 我干你啊 数三个数 你还给你 一二三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看真是你 我跟你说她脾气不好 我跟你说 她真的跟你往地上摔啊 哎 小土豆 你这么一说到提醒我了 我现在就摔 哎 别别别 我 流氓 行啊 我不是想让你帮个忙吗 我出个主意行不行 你说 你这样 你把你的手机 还有他的手机都给我 一会儿要是视频来了 我跟你们拍 你们两个表演 行不行 我同意啊 这倒是个好办法 好好好 行 来 来 别过了 来 拿过来了 你看那是什么 你哪伙子 我得说话算数 哎呀 我跟你说 你就帮帮他吧 哎 站住 咋的了这是啊 啊 干啥玩意了 你看着点 别给我踢倒了 我这好不容易摆题的 你摆这些 这这玩意干啥呀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你不能跟别人说 尤其是不能让黄小黄知道 啊 我知道了 你要跟黄小黄在这吃竹馆晚餐 对不对 我还跟他搁这开篝火晚会呢 我还 我胡啊 我在这小区大门口吃竹馆晚餐呢 那你摆这楼心蜡烛干啥呀 我是想 给他一个惊喜 为黄小黄制造浪漫 我要跟他确立关心 没想到五大三出的心子还挺细腻 还挺会制造浪漫的 哎 我也应该让笨们给我制造浪漫 他要是不会的话呀 我就教他 我现在就去找他去 小米烈 我要去找你这批脚下去 我 我刚才把火姐找了好了 小哥 小哥 小脸 那什么 我刚才正找你呢 今天呢 我有点事和兄 这事啊 你今天当班 我回去找你办个忙 找我有啥事啊 我这一天 我这多忙啊 我现在就正巡逻呢 哎呀 再说了 我现在啊 很忙 我学习呢 你知道吧 咱物业新出了个保安新规定 我这天天背 天天背 我这背的脑袋呀 有点迷我 哎呀 眼睛也有点花 你看看 四哥这回就来对了吧 怎么的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人呢 经常玩手机时间长了 脑袋刮子就容易嗡嗡 对不对 这个时候脑袋累 眼睛更累 眼睛就需要一个保姆 四哥给你带个好东西 来一条 叶黄肚继续片 绝出豪雅景 看见真心人 哈哈哈哈 等会等会 别请 你真是个有心的人啊 小品刚开始 就过来打广告来了 哈哈哈哈 你过来看 这就没钱没有用的 我放钱里了 说吧 啥事 是这样 我呀 今天想和黄小黄表白 哎呀呀 你得帮我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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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我帮不了你啊 反正你表白你跟他说呀 我这 我这嘴多笨呢 我这根本就说不出来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拉倒了 就你的小嘴是劈了啪啦 这多厉害呀 他有你嘴份 现在小区里边人都给你封号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知道了 知道了 说你是保安队里的大烟物 赵刚子 你不爱我啦 你看你干啥呀 你真是的 你说你爱我 爱我爱我爱我 哎 哎 这咋还有个感叹号呢 赵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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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咋还喊出回音了呢 这是啊 赵刚子 你咋呀 你咋有啥事啊 我找他拼了我 那赵刚子不能在家 谁能在啊 谁在我跟谁拼了 我跟他全家拼了我 都不在 全没了 那你是谁呀 我呀 那 我他家保姆 雇佣关系啊 对 雇佣十几年了 老保姆呗 我老 行 你给赵刚子 烧句话 烧啥话呀 说我跟他没话 那你让我烧啥呀 烧我这一场误火 他们家赵刚子太欺负人了 不是拉我们家店家 就踩我车 今天翻着白眼 把我车骨骼锁了 你咋看见他翻着白眼把你车骨骼锁了呢 我猜的呀 后槽牙中小出来 肯定是翻着白眼把我车骨骼锁上的呀 消消气消消气啊消消气 这啥他特别忙 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 哎呀 搞不好 晚上他都不回来 没事 解败日用品了 我今天在这住了 我跟他死磕 我说啊 你把那个搓澡巾给我拿来呗 这不有活的吗 啊 哎 你把搓澡巾给我拿来 赵刚子的声音吧 这啥 我不是怕你俩打起来吗 他在后边洗澡呢 那干脆你进来给我搓到后背吧 我够不着 你等会我给他搓到后背去啊 你这大体格子不跟这摆着呢 哎呀 我的心啊 大姐 要么你这么想 哎呀 我跟你说 我不相信这是你大姐夫干的事 那你看 二迷 啊 在没弄清楚之前 哪也不许说 不许说啊 大姐朝你是说这叫傻话呀 这点事我还不明白呀 家口不可外扬 嗯 你知道那小区打电话 就我这嘴最内啥了 嗯 钱之范出事了 钱之范干你呀 都没小区最脆的 作为你 怎么这样 你什么小段收拾了 哎 你这 神之范 哎 过来 准备了 找 我问你 怎么这了 如果在男人身上 发现了 哎呀 街坊邻居们啊 你们等着啊 我代表你们 我消灭大家 我找找家伙 哎呀 哎呀 我受不了了我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 哎呀 我废了他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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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街坊邻居们都给叫起来了 狗叫 狗叫 你听着没有啊 我听见了 我听见了 哎呀 我这 我奇了怪了 今天这是咋的了这是啊 我白天睡觉吧 这狗白天叫 我晚上睡觉吧 哎 这狗又改晚上叫了 我的作息时间 他怎么这么了解呢 我 啊 哎 你告诉他对吧 我告诉狗 今天有我没他 有他没我 我今天必须废了他 等等 我回来 哎呀 还废了他 就你那小胆 我刚才歪一下 都给你下个大钱趴子 你还吓我他 你这样都不得给你自己下尿了吗 哎呀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你说我 你说你跟狗一般见识干啥呀 啊 咱吃片安眠药就睡了吧 安眠药啊 我都吃了一把了 行 来 再吃一粒 再吃一粒 对 再吃一粒 量就够了 再吃一粒 我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二比利 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你有病吧 我不能没有你 那怎么还站着就睡着了呢 老公 醒醒 来回屋睡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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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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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媳妇 啊 你发现没 狗不掉了 哎真的 抓紧时间睡 我就沙发上睡 哎呀 不能去 行行行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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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闭嘴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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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狗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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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